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收看WithStandardZ 我是尼亚斯 然后如果你有对这个游戏或是一个系列有问题的话 请从第一集开始看 详情的问题我都答在那里了 就是都解说过了 第一集都解说过了 不要让我说第二遍哦 谢谢啦 好那么继续吧 自从上一集呢 我们赶完第二个城镇之后呢 我们要往下一个城镇前进啦 虽然不知道往这个地方会去到哪一个城镇 但是我们只好游往直觉咯 好走吧 看来这个城镇蛮小的哦 大概只有四到五栋的建筑 但是僵尸的数量好像蛮多的 哇超多僵尸的耶 我们一个一个隐忧过来把他打死好了 这个距离 诶这个距离砍得到耶 那其实我不用很近的距离就可以跟他攻击了嘛 好那我们这样子好了 不要靠他们太近 慢慢的砍他们 这样应该是最有效率最安全的方式了 有没有看到这只黑色僵尸啊 他的血量特别高 诶 我才刚刚说你的血量特别高你怎么就死啦 我记得这只黑色僵尸我拿手枪打他的头部哦 而且是瞄准头部哦 眼睛中间哦 打了至少三枪才会死 所以 他的头部的防御力好像是特别高 这个 枪尸的数量也太多了吧 还好我已经学会了远距离的斧头攻击 我们先从左边开始搜索好了 但是我们要先把僵尸给清完 这样会比较安全 看一下后面有没有 有时候要随时关注一下后面啊 他那个僵尸有时候都可以出其不意的出现 这是非常的邪恶 我在想啊 如果这款游戏出在电脑上面的话 会很棒耶 虽然说他的那个地图蛮小的 但是 我个人觉得啊 他可以算是一个小品的僵尸游戏 如果出在电脑上面的话 会更方便 而且对于那个 电脑比较烂的观众朋友们玩家们啊 算是一大福音耶 因为 有一些人他的电脑其实没有很好 我知道 所以玩Ontern啊 或是Minecraft的时候 就是他的电脑都会lag 这个就是电脑硬体的问题 那如果是这款游戏的话 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毕竟他的地图比较小 然后东西也比较简陋 所以虽然 应该说这样啦 他是以东西简陋跟地图小来换取 你电脑可以跑得比较顺 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不错啦 算是优点也是有的啦 对啊 不会说太难玩或是太烂 只是说他可能有点像Ontern啦 不过我个人觉得 感觉上啦 感觉上他的合成的东西跟建造的部分 我觉得他比Ontern好一些 因为Ontern的东西我觉得 有点建造的方式有点太死板了 我不知道怎么讲 对啊 反正可有油缺点就吃了啦 这间我们探索过了吗 看一下 好像有对不对 然后对有探索过了 然后我们现在又有点口渴了 我们喝一下 上次的牛奶喝掉了吗 好像是耶 那我们现在 没有 我们上次是喝水啦 那我们这次喝一下牛奶好了 然后看到前面有疆是要偷袭我了 没有没有 他没有注意到我 他只是晃了 晃了几下而已 他要过来了吗 他真的要过来了 哇 我现在都可以做到一集必杀了 有进步有进步 然后对面 我是不是看到一个飞机啊 等一下过去看一下好了 我先看这边还有什么东西 哦 一罐喝的 这边没有二楼 好的 下一个地方 随时要注意一下 有没有僵尸啊 这什么 啊 左人手枪 手枪多收集点好了 近距离的武器 其实我觉得就不用了 因为 近距离的武器 没有耐久度啊 所以 根本无所谓 手枪的话他有弹药 而且弹药 目前我觉得 收集那个手枪会比较划算 因为你收集到的手枪 他的弹药加起来 绝对会比 你一般收集到的弹药还要多 然后这个应该是警局啊 因为我刚刚拿到AK47嘛 我看一下是不是警局 还是枪电 啊枪电啊 不过枪电做这么减弱 也算是 蛮奇葩的 OK 我现在真的 战斗能力有进步了 小小的进步 至少 十次里面 九次不会 受到伤害 算是不错 哦 你想偷袭 被我发现了 真的是 这里面的僵尸啊 比 on turn的还贼啊 所以哦 哦 你看我就说 比on turn的还贼 天啊 所以哦 要非常小心 非常注意 一定要非常集中 不可以马虎 不然你就死了 真的是 超级血 等一下 我又听到僵尸圣 哦 你看 非常的贼 贼到一个爆炸 好 我终于拿到 多余的那个 补血的东西 太好了 这什么东西啊 弹药 我们现在弹药 好像越来越多了 我看一下 哇 我们现在有66发的 闪蓝墙子弹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 闪蓝墙 我把多余的锤子 给丢掉好了 反正锤子 应该是不能分解 然后 还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啊 好像没有了 我不知道背包 它有没有 就是 呃 容量限制 等一下我们再 捡更多的东西 来测试看看好了 然后 然后这边应该是加油站 哦 那是直升机 那不是飞机 我不小心冲得太快了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游戏真的是 虽然不恐怖啦 也不会惊吓 但是 它那个僵尸就是 突然的从你后面出现 真的 然后你就死了 这样 真的是很讨厌 好啦 我往下一个神圣前进 我看一下 要录几分钟了 现在录了 六分钟 还有四分钟 然后你们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那个时间 突然变底下了 对不对 因为我把那个左上角那个尼亚斯的照片 把它移上去了 所以为了避免它挡到那个图片 它自己会自动跑到底下来 所以这是正常现象 好 我们继续往下走吧 我们现在保持度有点低 我们吃一下食物好了 该吃什么好嘞 我们先吃这个黄色的好了 反正它只剩一个东西而已 OK 继续前进吧 等一下 手上一定要拿一把斧头 然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岔路 应该往右边走 还是往前面走啊 诶 我们往这边走好了 这边的那个城镇比较近 而且有个喷水池耶 啊 我的那个 车子就是在这里找到的啦 只是我忘记我开去哪里了 我记得好像是后面的样子 死了吗 死了 这边还有一只僵尸 我们先解决它好了 不对是两只 你们都全体齐动耶 真的是很过分 我记得我的警车 好像是开往那个方向 但是我们先搜索完这个地方好了 僵尸又过来了 我记得这边有一个警局 黑色僵尸 我好像又被攻击了 补一下血好了 以防万一 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入 这个 很像有公园的区域 然后这边的僵尸 非常 眼力非常的好 我又被攻击到了 好讨厌哦 我们现在食物跟水分应该都够 所以应该可以走到汽车的地方 然后到时候再给大家看一下开汽车是什么样子 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啊 如果你找到汽车的话基本上就无敌了啦 只要你不要下车的话 我记得僵尸好像对这里面的汽车 是没有攻击力的样子 印象中啦 只是我没有实际测试过 因为我怕我的汽车爆了就完蛋了 噢 我蛏不 真的是喔 你看这里面的僵尸真的是 啊 这应该就是手枪子弹了啦 等一下我们先离开这里好了 我觉得僵尸等下又要聚集过来 而且它变超多僵尸的啦 我们先一一解决好了 来吧来吧来吧 我先快速跑过去 等下等下 我们要深冬即息一下 不是不是深冬即息啊 你在引诱一下 你看这么多僵尸 這麼多殭屍 OK 喔 喔 還沒死啊 趕快補一下血 真的是喔 你看我沿路上殺幾隻殭屍了 至少應該超過30隻了吧 而且有一些殭屍會掉物資耶 所以殺殭屍也算是不錯的選擇 如果你沒有物資的話 可是我剛殺完他們殭屍又生出來了 會不會太過分啊 真的是 欸 這邊好像有水 然後我聲音真的有點沙啞 一定是我準備熬夜的關係 還請見諒啦 OK 好啦 這邊應該暫時安全了吧 不要再生殭屍了 我現在想好好探索我一下 那個商店有賣什麼 不是賣什麼啦 有什麼東西 你看 又來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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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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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準備好 我還有一個補包 還有一個 呃 這個 呃 這個 呃 這個 這個是血 血 血 呃 血包 OK OK 然後我們要先補一下血 用這個補包 OK 喔 真的是太危險了 然後我們喝一下水好了 嗯 先喝這個好了 嗯 先喝這個好了 然後 欸不對啊 這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我喝了它補的很少啊 那我喝這個好了 那我喝這個好了 喔 沒有啦 它那個是 好像是補那個 它那個好像是藥品啦 是補我的那個輻射值 到100的話就代表說沒有輻射值 那到0的話就是輻射值太高了這樣 那到0的話就是輻射值太高了這樣 我再猜應該是這樣 然後我們吃一下食物吧 食物吃一下這個好了 OK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路幾分鐘啦 差不多10分鐘啦 好啦 我們先把這個城鎮探索完好了 然後有點暗欸 我不知道有沒有手電筒 可能要後面幾幾才會知道 因為要搜索多一點東西啊 這邊有一個能量飲料 其他應該是沒有了 欸 裡面還有一樣東西 欸 怎麼回事 欸 怎麼了 欸 喂 是發生什麼事情啊 蛤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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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輻射值太高的關係嗎 蛤 蛤 蛤 好吧 那那我們先稍後回來好了 我要趕到剛剛那個地方 稍後回來喔 OK 我又回來了 那剛剛發生了一個大BUG 我不知道為什麼啊 但是我知道我死亡的原因了 我死亡的原因呢 大家看左上角 最后一个数值不是那个 辐射数值吗 那个达到100的话就代表我辐射过高 就会持续扣血 所以我判断错误了 0的话才是没有辐射 100的话就是辐射满 那就会持续扣血 我刚刚应该就是辐射满了 然后扣血扣到死了 对没有错 然后呢 因为刚刚后来我重生之后 好像出现了一个大bug 就是我掉进了地底 然后可以看到上面 就是穿透地底就对了 然后我不管怎么样重开游戏啊 它都会在地底 但是会非常的lag 后来我重新就是 想办法把它走出了地底之后呢 它游戏还是非常的lag 我每动一下就是 可能要等10秒20秒 它才会动一个动作这样 所以我就重新安装了一下游戏 重新安装的话 它那个记录好像地图档就不见了 所以就重新的新的地图档 好那我们现在呢 先开车吧 开车的话呢很简单 就是像字面上看的这样 左右左边就是控制左右啦 那右边就是前后这样 那我们先开回家 然后那个电灯就是开那个 就是警车的声音这样 然后那个门的话就是出去 那我们先开回农场好了 农场我私底下就是有 利用一些时间把它盖回去这个样子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我看一下这里是哪里 我有点迷路了对不起 等一下哦 让我看一下这里是哪里 其实我觉得这个开车的系统 比on10还要复杂 我个人觉得啦 所以给我一点时间熟悉一下 会是这个方向是农场吗 我找一下好了 我觉得应该是啦 应该是农场 看一下应该是 我往这个方向走好了 看一下是不是农场 反正有汽车的话速度应该蛮快的 我在猜这个汽车应该没有汽油的限制才对 如果有的话就惨 我看一下这里是哪里 啊对啦这里是第二个城镇 刚刚那是第三个城镇 然后我找到车子的话是第四个城镇 然后往这个方向应该就是农田了 对没有错 我们回到农场了 太好了 太棒了 感谢上天 我们终于回到农场了 好 我们先把车子好好的停下来 等一下我看一下附近有没有僵尸 有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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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有僵尸 我先把僵尸打死 好险哦 还有僵尸吗 应该没了 OK 我们继续把车子给 等一下 我们要回转一下 我们要倒车一下 我们把车子开到 呃 开到这里好了 停下这里应该OK啦 然后我们下车 好啦 那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先暂时到这里结束 然后我这边的门也盖好了 只是 为什么前面会多盖这一块呢 是因为 这个门啊 这个门啊 我要打开的话 如果这边没有这一块的话 我是进不去的 我一定要按一个跳 我才可以跳进来 所以 我们先这样子好了 反正躲在这边僵尸基本上是上不来啦 好啦 那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呢 就先暂时到这里结束啦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或是喜欢这个系列啦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或是订阅或是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们或是同学们看 那如果有更多人看这个系列的话 我会更有动力继续做下去继续连载下去哦 那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